駱惠寧開了視像會議 跟各界談談如何齊心抗疫 最重要是行動 蚊如說完後 立即 李澤佳行動 香港人的才智 李澤佳立即發動他刑科的力量 刑科最熟的是 刑科最熟的 交給副林 他差不多像樣子 就是這樣說 他們兩者 李澤佳旗下的刑科拓展 決定推出四項的方案 為抗疫疫情全力配合 支持各種抗疫政策 所以他們有以下的四個方案 剛剛最新有一個 報道 決定用MIRROR作為抗疫大使 拍攝宣傳片 香港有救了 勞勵市民居家抗疫 估計有MIRROR幫忙宣傳 肯定可以試本公開 事實 MIRROR現在真是很紅 電視不同的平台 不論是平面或網絡媒體 有MIRROR的視頻率或是熱率就高了 這些所謂的視頻率和熱率 譬如有人看 有人按下去 這樣就可以把訊息發放出去 第二樣 刑科還會為10萬位通過DOTACO遙渠 診斷平台 對於客戶服務熱線路去支持 招聘多3千個人 有什麼事召喚就幫忙 這要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所謂的電話網絡線路 全部都是要付費的 我們都要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1831100的熱線 給一些不方便訂購 或者聽我們的顧網電話收音機的朋友 其實都是一個電話 最早期的 電話線每個月都要跟BCCW找數 譬如說一千條線 是多少錢 不是太貴 但也不少東西 現在他一次過訂三千條線出來 就是讓市民不斷用這個電話 所以也要錢 第四樣 就是捐贈10萬套快速測試套裝 以及10萬個食物套餐 協助相關人士 即是給前線的朋友嗎 他沒有說給什麼人 所以說我會提供 因為這是最新的消息 真的幾分鐘前發布 我們一開始看到其中一個平台 即是他自己的平台 先來 之後就陸陸續續發新聞稿 立即其他媒體 基於他的新聞稿 再發放資訊 暫時知道這件事 但是詳細讓他再解讀 但是以MIRROR來出來 做宣傳的話 大家一定會看到的 一定會是再歌再舞 對呀 唱歌 可能改歌 整首 噢噢噢噢噢噢噢 快點走去打針 噢噢噢噢噢噢 小孩子都要堆肌飛 這樣才知道 不可以這樣 對呀 內容 內容 這是蔡蔡子的 找了科林田 一定的內容 不是這樣的 究竟是怎樣呢 這個有一個就是中央的力量 在他們的層面上 他們現在這麼多人看 一看到他們 大家會知道 有他們去說的話 起碼也有一個代表性 當然在資訊上 他們一定要 如果真的在歌再舞 我估計也會是 宣傳面一定有 一來跳一跳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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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能唱的那幾個 喊兩下口號 然後唱歌曲 然後Lokman 又RAP 還有Alton 又RAP 又叫大家洗手 穿手 戴口罩 兩下口罩都沒有問題 之如此類 或是姜濤那些 蒙著嘴 對兩飛 蒙著嘴 之類的 到時出來 用一個比較親民的手法 令到大家清晰一些的指引 但最重要的是 起碼他們拍的內容 肯做 他們肯做 是很感動的 但他們也要有適當的 真的對的資訊 讓他們拍這些宣傳片 萬一 你這個頭又轉 那個頭又變的時候 慘了 這麼辛苦 拍完出來 然後你的內容說 我說得不對 這樣就糟了 有沒有搞錯了 因為這些政府和藝人合作 譬如最傳統的 就是以前教育電視 教育電視的做法是怎樣 教育電視在教育署有一個教育官 教育官負責教育電視的文稿 然後他就把那些文稿或劇本 修改好之後 就去港台那裡錄 或者拍電視之類 我不知道Fallum有沒有做過同聲 如果是 都是拍的 就是那些 一加一等於多少 一加一等於九 錯了 拉你坐牢 然後那些稿 一致不漏 是跟隨教育署 所以MIRROR去拍的時候 就應該是有政府人員 還有一個讚稿員 那個讚稿員 就是那些稿不用那麼硬 但是資訊正確就由政府去提供 這些又是要找Fallum的製作團隊 是不是 Script Writer 好久以前有套 是不是華東水災 我忘記了電影的 在香港所有的演員 都出來了 那些什麼 HOTO BALL 對 有套電影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許冠文有份做 跟昇爺一起夾食 夾雞頭 雞頭當然是你來 那我不打 我忘記了那套什麼電影 如果自己有聽眾 記得留一留言 也是籌款的 2003年的時候 因為爆發是3月 到了6、7月的時候 由港台牽頭 好像是李在堂師傅負責 就是全港醫護致敬大行動之類 當時很感謝醫護人員 特別是護士 他們做了一個show 向他們致敬 他們全部坐在那裡 然後大家又大合唱 這些都是會鼓勵到他們 就是一份心意 大家會重視它存在 譬如昨晚 昨晚有一個自己有 現在正正在醫院那裡做的 他留一句說話 我看了之後我都很感觸 他說 我說你辛苦嗎 那些事情辛苦你了 我跟他談 然後他留了一句 希望香港市民明白 我可能不明白 我看就說 希望香港市民明白是什麼 我想他們會覺得 其實他們現在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但其實是希望大家明白 他們已經盡力了 因為其實有些事情 就真的是 你是拿到90分就90分 拿不到100分 所以其實我感覺到 他自己在自責 是的 也是的 變成了 如果他外奸的人不明白的話 他就會更加不開心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要向他們說 多謝 其實他們那些 絕對是的 是的 這段時間你說 這段時間你賺多個錢 大哥你不要說話 這麼冷血 大哥 這些時勢這樣捱 以前說72小時連續上班 現在可能144 不是正常人的方法 科倫華差 那些救護車司機 說想在醫院附近睡覺 很多人都說要趕你離開 那這些就是沒有統籌 是的 所以現在 起碼今天有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一直 以前的水災 或者我們也聽過同步過冬 是的 很重要 每個疫情 或者是有一些天災的時候 其實娛樂圈都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去鼓勵大家 或者籌款 或者幫助 就是2003年的時候 妹姐也有辦過抗議音樂會 然後其實在疫情期間 都會看到一些宣傳片 或者一些藝術 去鼓勵一些醫護 或者是做一些鼓勵的行動 其實這件事 平常都會對很多人 有一個叫暖一暖的動作 鼓勵到他們 是的 所以娛樂圈 明星借助他們的力量 其實大家不要 有些人可能說 走出來做什麼 其實很重要 其實真的可以鼓勵到一些朋友 真心 我想都不少 醫護是鏡粉 可能在內容上有一點 鏡頭 是的 鼓勵一下 大家 明白 他們做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暖一暖的感覺 但是奇天奇在 我也在留意著 TVB 12月底 1月頭爆發到現在 他們的取態 是有一點點疫情的東西 譬如說 他們晚上找了一些不是第一線的藝人 做一些疫情通報 之類的 叫做年輕的藝人 為什麼好像冷淡了一點 你TVB這麼大的台 有什麼創意總監之類的 雖然你那群明星 可能是我們四五十歲的人 已經未必是年輕的 雖然他現在搞什麼 Super Tiger 之類的 都已經太遲了 你起碼作為一個這麼大的台 你擁有五個電視台 這麼龐大的製作團隊 這麼大的舞台之類 都起碼 快點有些叫做 鼓勵的一些節目 譬如說拍一些 疫情的短訊 可能一點點 他在東張西望會做 但是譬如整個台的氣氛 大家一起去抗疫 什麼齊心 我覺得 其實還沒有啟動 在廣告時間 我就見過有少少的廣告 廣告時間就有一些 攝出來的 攝出來就 我們一定要加油齊心 一起度過難關 幾句 但是你說節目方向的話 就少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可能覺得自己有個新聞台 我們每天都這樣佈住 然後不用了 可能會是這樣的 或者去年 看到他們派口罩 人家有支援供應商 他們就拿去派口罩 派給市民 派給市民 但是是不是真的團結去抗疫那隻 好像還未到還未組織到 就看看 MIRROR一出手 他們就弄了一個體格出來 那時候很多的 那時候沙士那段時間 有些是派抗疫湯包 有些是派果汁 大班是叫成哥送橙 這個最經典的 維他林斯 一人一個橙 之類等等 其實 都不用接下來 其實你都要立刻要幫醫護去想想方法 譬如說 有沒有訊息發放 既然你明愛醫院可以呼籲人捐 那不如你統一 統一就是說究竟現在醫護人員是很缺什麼 譬如說他很缺一個智能飲水器 什麼是智能飲水器 譬如說剛才我們讀過一篇 戴著一個N95口罩 不敢脫 但是飲不上水 有沒有辦法幫他解決 可不可以像行山渤囊一樣 那支飲管是可以伸進去N95 直接咬住了管 背著那個東西 但沒有影響他感染 總之 他要喝的時候 譬如說 我不知道 科技已經發展到AI 沒有理由在口罩 譬如他可能是咬一顆的 口罩就會彈高一點 就方便一些水進去 那他就不用用手碰到 又脫口罩來喝 那你要找一些 先進行香港搞創科 這些什麼智能水壺 有口智能飲水 有口智能什麼交叉 那當然有些東西可以幫助醫護 譬如說 洗澡說洗到皮都脫掉 其實現在是不是有些 19年的時候有些是叫做消毒箱 消毒箱好像大家看荷里活電影 進去之後太空就咬 然後他就不用洗澡 對不對 那些高層又沒有問他 為什麼不用問他 為什麼有洗澡 是不是吞泡 不要有這樣的誤會 我想坊間有大量這些東西 大家要集中的力量 去幫醫護解決到 才可以幫市民打贏這場仗 不要說幫政府 最重要是幫到市民解決這場仗 去減掉壓力 對不對 一直都說醫護倒閉就玩完了 香港特區政府說 想這麼多措施就是說 為什麼叫人打針 我們信政府的 叫人打針就是說 不想醫護倒閉 現在的人打針了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幫到醫護 不要倒閉呢 現在的醫護 看到人打了九成幾 可能他們都開心的 但是還是做到糟糕 有沒有其他東西去幫呢 MIRROR很好 叫做李澤佳的機構 率先出來做這件事 應該有個牽頭作用 是的